Hello大家好,我是專皮 香港就有9年的免費教育 就是大家最少都讀到中三 我就不知道你們讀中學的年代是甚麼時候 你們還記不記得在開學的時候 以及在學校裡面的經歷呢? 以下就是我在直播和聊天室 談回中學的經歷的情節 有哪一樣你們都做過的可以在看影片的時候記下 看完影片就留言說有哪一樣東西就中了 未來是一起聊的話就記得follow我們的Twitch 晚上8點進來一起聊 我的侄子今年都開始上學了,終於 想起的是大家開學的時候那個經歷是怎樣 我開學和你們開學應該是有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經歷 已經是隔了一個輪了,因為我們那些學校 回到學校第一件事是甚麼? 早會 如果你是第一次回這間學校的話 你是狂狂居居,甚麼都不懂 要廢話,聽校長廢話半個小時 在操場上,不知道啊,9月 9月應該是很熱的嘛,我已經不記得那個天氣了 但9月應該是暑假,剛剛完還沒真的進入中秋 都應該不會太涼快 然後站在操場上蒸籠一樣這樣蒸你們 喘喘的聲音,聽他話說 至低方,站足90分鐘 正常組會不是限時的嗎? 即是可能你8點開始 8點開始組會,然後9點上班房 即是怎樣都是最多一個小時而已 煎你半個小時,煎完上去再跟號碼 我真的完全想像不到以前是做甚麼 是不是大家作為學生都已經是 Master了一個眼睛放空,望穿了一個宇宙 在想自己的這個技巧 真的不知道小時候自己站在那裡是做甚麼的 因為沒甚麼要做的 因為站在那裡 老奈FF從小訓練 你FF些甚麼的? Tria是不是FF怎樣交捏? 最漂亮的女同學怎樣交捏? FFF打遊戲 有FFF怎樣交捏? 你就不會在那裡 沒關係的 有捏的都會在那裡看台 你看Small White 是不是? 以前特技可以不合眼睡著 有沒有可能不合眼睡著? 有沒有人有這個特殊技能? 我不覺得有可能 怎麼不合眼睡著? 這麼多東西在你面前那裡去 以前幼稚園有個同學真的開眼睡覺 你怎麼知道他開眼睡覺呢? 其實你不會知道 你就算在他面前發一下發一下也好 他可以說 我看不到你我睡了 張飛後人 以前上學沒試過上課睡覺 上學沒試過上課睡覺? Small White 知優生嗎? 狀元是嗎? Small White 你有沒有經歷過公開試? 有經歷過公開試的話 應該沒甚麼可能是沒試過上課睡覺 不是你決定要睡覺 是你的身體跟你說 兄弟 睡了 是時候了 你自己一定會睡了 不是你頑皮所以你睡覺 是你的身體叫你睡覺 試過睜大眼 夢了 失去意識 被老師觸轉 我在上課避寒 你就知道有自己的特殊功能 不睡怎麼叫上課? 上課中市 中文一定睡 尤其是PE課之後 午飯那兩課最難頂 午飯之後 午飯之後 我那時考A級 嘩 嘩 嘩 搞不定 尤其是那些你沒興趣的那些課 你直接周公及庫 那時最流行就是玩周公Online 個個都當周公Online是一個Meme 那時也沒有Meme這個字 個個都當周公Online是一個Meme online啦online啦 吃完飯那兩課 每一次是編那兩課的話 就是 當自己沒睡上課 吃完飯之後 不會熬到 吃完飯之後 中學就睡著也聽到 我就聽不到 睡了之後 我就聽周公的了 前面那個人會睡到 不見到頭 是坐著 在後面見不到他的頭 頭向下望酸 手是左右托 不行啊 左右托的話 其實一看就知道你睡覺了 正常你上課的時候 都是這樣 正常上課的時候 都是這樣聽著書 就是我的頭是越來越側 越來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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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不信 反氣攻心 直至親身感受 那個反氣一上來那一刻 攻到你腦震盪啊 整個人 立刻 立刻Online 周公Online 一攻上來那一刻 你立刻 什麼牛鬼蛇神都相信 喔 還有 第一天一定是 訓導主任 抓到你頭髮 我就從小到大 都是 那些頭髮比較頑皮的 那些 Gel頭啊 長頭髮啊 那些 所以第一天一定被人抓一波 但以我這些 裝傻子來講 那些 就算是 就算他抓我都好 我都是 有他啦 來啊 我品學劍幼 頭髮而已 不要理我啦 台灣規定 學校不可以限制 學生的頭髮 那是好 好的規定 我覺得 因為以前台灣 流行飛輪海頭 那你 沒可能限制到 你個個都好像 周董積了髮之後 那個頭髮那樣 Jerry頭會馬上抓你去洗 過場積展 我是不會讓他這樣做 身體化膚瘦諸父母 你問過我媽媽先 Jerry頭抓你去洗 看來HGN是回到很嚴格的學校 小時候都算是Band1學校 但是 沒那麼 化障 遮了頭髮馬上抓你去洗 過場馬上剪你 那我 永遠都過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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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過被人抓頭髮過場 直接跟他說 那記多少個缺點啊 又 即時被人再追加記多一個 現在回想 記缺點這件事真的很愚蠢 記缺點 做什麼 記缺點 好白癡 都不會影響的 除非你真的很不行 整個學校都知道你很頑皮 那些 會剪的 剪得不錯 他應該是練過手 這位訓導應該練得太多 以前兼職剪頭仔 幫你剪不收回你的錢 都偷笑 真的會馬上剪你的頭髮嗎 好過分喔 過場要用公雞環 蓋在頭髮圍著剪的 你那時候 我想問你們是不是體罰天堂 你們的學校 什麼操作啊 為什麼我 我的學校 真的不只是我的 其他人的頭髮圍都不會 說 蓋著公雞碗在你頭上圍著剪 很難拆 我聽到都覺得很拆 蓋著頭 你想像一下 蓋著頭 然後就這樣圍著剪一個圈 你這裡怎麼辦 怎麼說 多少人小色是印尼撈養帶 我的小小 那個叫什麼 小賣布 為什麼這麼中國的聽起來 那個叫什麼 小食布 小食布 我的小食布是模型多的 我的小食布是賣那些 XX的那些垃圾 你看到它已經不想吃了 吃過一次魚香茄子 吃完滑口 小食布最出色是有燒賣魚蛋吃 簡直是人類文明 我沒有 看來我那家學校的小食布是最垃圾的 以前老母麵3元一包 有朋友上中文堂沖螺絲粉杯麵 不好意思 我讀中學的時候沒有螺絲粉 這個東西 中六才可以出去吃嗎 中六才可以出去吃又誇張了些 中六牛龜馬大毛都生齊了 雖然老筍還沒生完 但那些毛都生齊了 中三才可以出去吃都很嚴謹 中四 中四出去吃飯 中三 我中二就出去吃飯 中三就畢業 起碼也有出去吃飯 中五還是中六才可以出去吃 Form1已經可以出去吃 以前沒有出去吃 你什麼 Curtis監獄學院 直接沒有出去吃 是不是就像Tiff姐說一樣 吃陽光飯盒 陽光飯盒vs活力士坑 誰比較難吃 我只記得陽光飯盒的名字 不記得什麼是活力士坑 陽光的飯盒 水果泥牌臭到 XX 被我一下子扔下去 年輕的山坡 水果臭到XX 那麼厲害 我沒吃過一個飯盒的水果是臭的 你是不是被人加了料不知道 水果分開給的 用大膠袋一堆 水在裡面揉著 XX很臭的 可能你拿錯東西 那個可能不是包在飯盒裡面的 你拿了不知道那些阿姐 拿來把它變成生物肥料那些 拿出來吃的可能 有沒有兄弟中一至六都不能出去吃飯 不能出去吃飯是生無可戀的 有什麼期待啊 你們每一天上學有什麼期待啊 一定要入排球學會 藍球學會做些幹事 那些女兒就自己來追求你了 為什麼我沒有呢 藍球才多女兒 足球全部都在 XX 我以前中學沒有足球隊的 只有藍球和排球 有足球隊就是代表你的操場很能大 是不是 想當年說了足球隊隊長 那些女同學都是喜歡兒子打籃球 以前不是有一個傳聞的嗎 就是 就是踢足球那些一定是矮的 又好像真的啊 那個事實 知道打籃球那些就是高一點嗎 踢到你只有170 喂 170又不要嘔嘔聲那麼難聽 尊重170以下的兄弟們 藍球隊的MK全部食屍者 足球隊整班男人互陷 足球隊for gaylo 那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同性戀者 其實香港也很多人喜歡踢足球 以前的偷女神器是asew200i是甚麼 嘩 時代的眼淚 是他了 還有歌廳 高科技 合上眼都會打字 這個正常啊 因為是abcdefhij 可能現在的小朋友真的不知道了 我們可不可以按開它給你看 打字的方法是怎樣呢 這些按XX舊手機呢 打字的方法是你要打個B字的話 你要按兩下2 然後你要打個M字的話就按一下6 你要打個U字的話就按兩下8 嘩 時代的眼淚 看到都感覺到你很老 我就沒有這一部的 這一部好像真的有點老 不忘記發訊息是基本的 sms 嘩 sms這個字都舊舊的 說真的 現在哪有人說sms的阿叔 sendsms 照friend子 三仔台 照friend子 三仔台 不同台 收皮 不同台怎麼跟你sms 同一個台sms 不花錢 以前不是三就等於母女 以前還有甚麼台 smarttone 有friend為了扣女轉人仔台 不是三仔才是最多的嗎 三以前很貴 但每個人都是用三的嘛 人仔台 人仔 people 人仔都超過一排 因為夠便宜 人仔台 三仔台 貼X線 對啦貼X線 CSL smarttone 四個台 orange是甚麼 不懂orange 沒聽過 orange 鮮皮尺做班長 有做過 有做過 但是 對呀 是班長而已 中學 我不記得哪一年 你越大就會越發現 那個只是一個 虛名 然後你有的只是責任 難道你的班的人 看見你 是班長啊 我幫他 幫他倒茶遞水 買維他給他喝 這樣啊 班長做事而已 有托容嗎 班長不是正義 都無所謂 的確 如果班長是那些 老師我要舉報 那些真是死給你看 一掌打穿他的頭 說起我form2被人選擇 班長 三個月帶頭 玩非體育戰 被人撕掉 哈哈哈哈 我 我這麼大的兒子 都沒聽過 有人做班長 會被人褫奪 他班長的那個 那個職涵 的喔 你XX都敢 除了班長 還有甚麼科長 那些東西 又是 甚麼春用都沒有 只是多些責任 以前你覺得很威 越大就覺得越白癡 你的責任就是帶歡樂給大家 你的班長的責任就是帶歡樂給大家 還要做風紀 但第一個星期在走廊 扔別人粉刷 你 不過那時候 form3 混了個form6的師姐 爽到hi hi 色情片呢 流出呢 武圖 你說你混了一個 54歲的也可以 混中六師姐 我常常覺得 我中三的時候 我的樣子應該是奶都未戒 中六師姐 應該已經是 聞到棺材香 那樣的 是差很遠的 我覺得 93啊那時候 還在用垃圾電話 影模 甚麼93 你中三的時候93年 你要成為我第一個 第一個最大的 觀眾了嗎 93用甚麼電話 大個大 真的 想像一下 你 93年拿電話回學 真是非富即貴 一坐在桌上 一聲放下 大哥大 還記得form1 上完體育堂 回課室 一開門的女同學 正在換衣服 幸好他們還沒脫 那時候 嘴唇 有跟衣室不用 走去用課室 做甚麼 2023年尾 吹水大會 吐呢 說起打火鍋 試過拿 賓生Burner打火鍋 賓生Burner 那時候不可以亂玩的 老老實實 真的會很激動 因為賓生Burner 真的會很大劑 上學堂才可以用 做一員實業 馬上關火鍋 關火鍋 關火鍋 他會檢查我們 有沒有認識 聖誕團隊 打火鍋 差點燒火鍋 因為我沒試過在學校打火鍋 你們很頑皮 唉呀 試過帶電飯煲上學 打火鍋 神經病 你怎麼帶電飯煲上學 放在背囊 超潮濕的時候 會拿同學書包玩冰水壺 我當運動的冰壺 你有沒有拿那些棍子 在旁邊不停擦 冰壺 不停擦 不停擦 FORM2那時候同學沒什麼玩 一定要把垃圾桶 不停擋上天花板的風扇 擋很多次 垃圾桶都爛了 風扇還沒掉下來 最後被訓導發現 全班同學夾錢買回垃圾桶 那風扇呢 那風扇沒有牌嗎 說起丟東西 午餐小式 檢查房間 有人在吃雪糕和打牌 打牌是 麻雀嗎 不是我XX 跟打火鍋差不多了 如果是打麻雀的話 整支雪糕丟了 出街 上學 我掛著上學 是因為上學沒有成人的責任 不用賺錢 不用負責 不用交電費 不用交水費 什麼東西都不用交 無憂無慮 我掛著上學的日子 但我不掛著上學 Viufort